已經超過三十年的拉法夜間 弊案 軍火商汪傳普涉嫌從中抽佣金 並且潛逃海外 但是在刑法沒收新制上路之後 法院陸續裁定沒收犯罪所得 本金超過四億八千七百萬美元 但是汪傳普的家屬認為 有違憲疑慮 跨海申請 釋憲 憲法法庭今天作出判決核限 對此汪家的文人律師則表示遺憾 涉及拉法夜間 遺憾軍火商汪傳普一家逃海外 他的妻子葉秀珍在臺北市市里 名下房產遭法拍 在沒收新制上路後 檢方持續追討犯罪所得 或法院裁準 沒收四億八千多萬美元確定 而汪傳普家屬認為 侵害法律不訴及既往等原則 跨海申請釋憲 但憲法法庭認定 刑法第二條第二項規定 沒收犯罪所得 適用裁判時的法律二號判決核限 其他則不受理 關於犯罪所得 塑及既往適用部分 而且本件 向來關於他們的申請值 受理已經確定的本金部分 駁回申請理由 憲法法庭認為犯罪所得 沒收跟刑法懲罰性質不同 沒違反罪行法定原則 這立法目的是在回復 合法財產之序 也不侵害憲法保障的財產權 如果讓犯罪行為人或非善意的第三人 依舊保有犯罪所得 那這信賴就不值得被保護 所以也不違背信賴保護原則 這起軍購弊案在一九九三年 發生引清風命案後 全案才曝光 軍火商汪傳浦 仲介國防部購買拉法 液件 從中抽佣金 一部分還挪來打通海軍關節 前海軍上校郭力恆 就因為涉灘遭判十五年 已經刑滿除獄 汪傳浦則在二零一五年病失英國 不過針對這次核線判決 國防部則表示尊重 記者傳掌 台北報導